鬼差 我骑着摩托车 载着刘老七回到他的住宅 从回来之后 我整个人都是活蹦乱跳的 发现自己身体很好 并没有什么异常 应该没有被乌小窝的鬼魂占据后 给糟蹋了 因为时间很晚了 所以我就直接住在了刘老七家里头 我在客厅看电视 当点开一个新闻的时候 我直接被吸引了 讲的是一个鸟毒症人 吃了某种神药之后痊愈的事 见此 我直接在想 会不会说的是闷香啊 接下来讲解的人就说 这种东西当中有尸体的成分 以及各种野生药材 此刻 我心中极为肯定 就是闷香 但是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直接吓了一跳 因为所说的新闻 当中的主人公在服用闷香之后 鸟毒症痊愈之后 却是没几天就直接死了 死的时候 整个人模样很是凄惨 身体全身都是抓痕 像是被看不着的鬼给霸下来了似的 血淋淋的死不明 有人还说是 是鬼巴皮 当看到新闻上放出来的几张 鬼巴皮照片之后 我整个人都是被血腥的一幕惊呆了 差点吐出来 关掉电视之后 我整个人都是心情挺沉重的 我感觉这个新闻上的人 是吴小波所说的那个人 吴小波身前找我买过闷香 他说是送给一个得尿毒症长辈的 现在这个新闻里头 说的主人公跟吴小波生前说的 很是响头 我有些信有余悸 难怪刘老西会说 不用闷香会得到报 现在看来 不用闷香的主人公 也是得到了报 被鬼巴皮 或者说 闷香的原料就是古事 是那句古事的鬼魂 锁命来的 看来 盗取闷香这种东西 还是少干为妙 当赚够钱 我就直接进盆洗手 再一个 玄海大师也曾经说过 让我少干 命中注定 九九八十一次 再多的话 那么就得死 可我觉得 八十一次太多了 最多还是干七七四十九次吧 说来 我已经连续做了两单了 这个时候 从外面传来一阵轻微的说话声 是刘老七的声音 另一个声音 听起来很陌生 我站起来 当作去外面散步 来到外面的时候 确实看到刘老七 正在跟一个身穿黑色古装 戴着西瓜帽 满脸 傻白的人交谈着 剑四 我急忙是躲到一旁 黑色古装男 撒哑地上印 刘老师 你所说的鬼魂呢 在这里 刘老七拿出小葫芦 然后打开瓶三 紧接着 一道黑影出现在两人之间 我定睛一看 发现是吴小波 此刻 吴小波的鬼魂站在原地 全身色色发头 低着头不敢说话 好 鬼魂我就带走了 你答应我的事 不要忘记了 黑色古装男 抓起吴小波的鬼魂 然后转身就离开 没走几步 就起了一阵白雾 当白雾散尽的时候 他们两个已经消失不见了 就像是凭空消失 刘老七转过身 背着手冲我躲着地方 小王 你看够了吗 还不赶紧过来帮忙 哎 来了 我应了一声 急忙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 一路小跑来到刘老七跟家 问他有何吩咐 不管咋样 此次七叔救了我 还将吴小波的鬼魂送走 已经是帮我很大了 虽说不知道 刚才那个黑色古装男 到底是什么人 但对方 既然带走吴小波的鬼魂 怕是跟阴间有关系 我不是傻瓜 心里头能够猜出那个黑色古装男 可能是阴间的人 要不然 怎么能将吴小波的鬼魂 带走呢 既然带走 那么肯定就是带到阴间 毕竟先前的时候 刘老七就是提起过 会将吴小波的鬼魂送到阴曹地府 刚才那位是阴间的鬼差 我请他从阴间上来 将吴小波的鬼魂带走 但来一次是需要给费用的 也就是给他钱 所以今夜要烧钱给他 说到这里 刘老七就让我跟着他去拿烧纸的纸钱 我跟着刘老七来到一间储物室 一打开 门里面就是大堆印好的纸钱 满屋子里头都是纸钱 见到这么多的纸钱 我整个人都是有些错愕了 急忙问刘老七 七叔 你咋这么多纸钱民币呢 刘老七解释 看这行的 会不少跟阴曹地府的人打交道 寻常请他们来帮忙做事 就得烧钱给他们 所以纸钱和民币 是必不可缺的 然后他拿纸钱民币给我 我就接过来 像外面般 整整两大落 在院子里点火燃烧 给鬼差送钱 烧的时候 我忍不住问刘老七 七叔 不给阴差送钱的话 会咋样啊 刘老七一边用烧火棍搅和着 一边来跟我说 哼哼 要是你小子不想死的话 尽管可以请鬼差做完事 不用烧钱给他 我摸了摸鼻子 哭笑不得 好奇地又问刘老七 我们活人在阳间烧纸 那么阴间的鬼差能收到吗 对此 刘老七汉手点头 极为肯定地告诉我 完全可以 只要阳间点火燃烧 那么烧了多少 阴间下面就可以收到多少 而且属于谁的 就是谁的 不会搞错 烧完纸钱和民币之后 我就去分配的房屋里头睡觉 这次我欢仰活过来了 所以那间给阴魂住的房屋 不再适合我居住 所以七叔又给我换了一间 他的住宅很大 到处都是空着的房间 拖我一个也不多 睡觉前 我特地给我爹和我娘打了个电话 先前身体被占据 手机啥的还在身上 并没有丢失 接通电话 我爹和我娘就问我 咋子两天没有回家呢 听到这里 我就瞬间明白过来 怕是昨天夜里的时候 吴小波鬼魂抢夺走我的身体后 就骑着摩托车 没有回家过 可能直接就是去找任盈盈了 用我的手机和信息冒充我 一问苏金炫 什么话都是全部套出来了 我笑了笑 跟我爹我娘说 我这两天比较忙 所以就住在我们刘老板这里 接下来 我爹就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 说 我表弟死了 今天早上被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死了 警察师姐结果是自杀 我相当的邪魔 我没有想看 什么事 我现在乎然不合险 你居然不合根